路跑现在是另外一个风潮 如果有一家专门卖跑鞋的布鞋的公司 告诉你说我现在要出限量的跑鞋 你在这个时刻买的话 我会同时给你一个包装的非常漂亮 一本书籍叫做跑步的答案之书 这里头大概搜集了非常多热爱路跑的人 他们在跑步里头 他们的心情 他们的感想 他们的语录 比如说跑步使我释放自己 跑步使我越来越健康 这是很普通的答案 甚至很多人他会提到在一些故事里头 透过路跑的过程当中 他如何一步一步的克服他人生 难以忘却的艰难 而这样的一个路跑的答案之书 被包装得非常漂亮 像一本路跑的圣经一样 加上一个限量的跑步鞋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行销模式 聪明的广告呢 它也成了我们今年整体的广告 金像奖的得奖作品 这一家运动品牌叫做361度 一本书还不够 商品才是品牌故事的最佳载体 答案之书限量版跑鞋 应运而生 同时 一场在书店买跑鞋的体验 空降广州 吸引跑者走进书里 跑鞋跑出自己的答案 传播战役上线后 361度限量版跑鞋被抢购一空 在跑步类APP上同样引发热议 全国各地的跑者 主动分享自己的跑步故事 品牌更在社交网络 演发海量关注 至此 361度跑步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品类形象 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大众跑者 找到自己的答案 跑步在中国越来越变成 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把跑步从专业运动 拉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去 那所以慢慢地 我们就有了一个说 每个人跑步当中 都会获得生活当中的一些答案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 不如意 有很多疑问疑惑 那就去跑步吧 那所以我们就联合了Kindle的大数据平台 然后结合了Kindle当中一些名人 他们也很爱跑步 那他们的一些对于跑步的感言 然后再加上我们采访到的 不同行业的素人 他们跑步的感言 然后集结成了一个 三十六句答案的 这么一本答案之书